各位家长 在本港和外国的调查研究显示 有8%到12%的学童 是有学习障碍问题 而其中是有读写困难问题的学童 所占的百分比较多 我们可以笼统地说 有10%的学童 是有不同程度的读写困难问题 假如你的子女真的有读写困难的问题 请你不用担心 因为研究也显示 有读写困难问题的学童 他们只是在视觉和听觉上 处理文字的讯息是力有不递 但是在其他方面 例如艺术、工程、科学、音乐、艺术等 不同智能方面的表现 是不会给任何人讯息的 所以在外国 他们即使是有读写困难的问题 但是他们的升读大学 从事专业的发展 数量是相当多的 假如你的家里面 真的有个子女 是有读写困难的问题 他们的学习中文的阅读和写作 当然出了问题 我希望你最重要是不要为这个问题而担忧 最重要是你应该在家里面 塑造一个学习型的家庭 令他觉得学习是家庭里面一个很愉快的环境 例如我们现在编写了一些阅读和写作的单元 你应该预先看了有关教学的陆像 了解所有教材的特征 和教学的步骤 即使你不是一个教师 你没有教学的方法 最后你也不明白教材具体实施的情况 也不要紧要 最重要是你要鼓励你的子女 定时每天都做我们的课业 我们这些课业 和学校的功课是完全分开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些课业是基础中文的训练 这些基础的中文训练 只要你能够在这方面打好基础 将来你中文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自然就会提高 因此你应该每天都鼓励你的子女 做5分钟到15分钟我们的课业 至于怎么做呢 这里有阅读单元有8个 写作单元有6个 你可以做完单元一 逐天再做 做完之后再做阅读单元二 也可以说 今天做阅读单元一的其中一个练习 明天做阅读单元二的第一个练习 后天做写作单元一的第一个练习 做哪个练习的不重要 先后次序没有必然的序列 总之是你和你的子女互相商量 有时你可以反过来 请你的子女今天任你 选一个阅读和写作单元来做 总之选一个你喜欢的单元来做 做完之后 已经是功德圆满了 在做的过程里面 你的家长应该要给他一个支援 觉得你很欣赏他做这些练习 他做完之后 你给他觉得是一个鼓励和表扬 已经足够了 在做的练习过程里面 你不需要太着意做对或做错 即使在写作的过程里面 有错字有别字 应该予以包容 你所做的就是 他有没有定时来做我们的练习 最简单的 做完之后 如果他能够将他所做的练习 阅读也好 写作也好 在你面前朗读 他能够高声朗读 已经是卖出了学习的第一步 所以 学习是要有耐性的 即是说你的子女最初开始的时候 一定是害怕阅读 害怕写作 但你应该要以三个月为期 鼓励他慢慢阅读 慢慢写作 我们记得 我们的实验计划已经做了一年 在结束的时候 有几位家长走来告诉我 很开心 他说 他的子女 今次的测验和考试 他们在阅读方面 在写作方面 他们的成绩都有显著的进步 为什么 因为这几个家长 每天放学后 他们都陪他的子女 去做我们的读写义的联习 假如你能够学他们一样 每天都坚持 鼓励你的子女 去做读写义的联习 我相信 半年之后 你的子女 在阅读写作上一定有进步 而且一定是将读写乱 这三个字就会改为读写乱